镜头拉回国内讲到要拼正机 现在同时要拼的是生育率 从中央到地方 默不绞尽脑汁 在响口号也要砸钱 不过呢 现在台北市政府要跑在内政部前面了 现在呢台北市政府这边是阎你 从第一胎出生开始 胎胎以后每个月会补助5000到20000块 这比现行的育儿津贴真的是优渥很多 就是希望借此能够刺激低迷的生育率 我们现在已经决定 第一胎的时候 就要有补助 补助的金额正在估算当中 短期之内就会对外公布 北市府从本来第三胎以上 才享有教育补助 到现在眼里胎一胎 至少补助5000至20000元 比催生跑在中央的前面 因此而生小孩哦 会吧 可是也不是马上 可能会看他之后的方案 已经大家稳定觉得不错之后 然后才会去 吸引力大不大 吸引力不大 因为他补助他应该是只补助几千块吧 可是养一个小孩到长大应该要花一两百万 北市市出大力多 这么大手笔会不会让本来人口密度就大的台北更显拥挤 民会规定说这些人确实在他生意之前的几个月或是一年前 那么他就居住在台北市 他有居住的事实 因为台北市政府现在目前对这个户口 他的清查是非常的严谨的 从内政部长百万生育口号到北市府的台台补助 政府卯足全力凭生育 但民众领不领情 还是得先看看荷包够不够深 中天新闻陈一帆 红婉杰台北报导